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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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去死吧 宫里面出大事了 赶快收拾行李 准备逃命 皇宫就是你的唯一出路 想进皇宫的 就在名字旁边 按个手印吧 我们宫里的命 难道就不是命吗 难道又是一场 兴风血流 如果我不能保护你的话 我还怎么配套你们姐姐呢 你这个臭丫子 我才不要人人鱼肉呢 我要做主 我要当家 我要找最大的靠山 皇上有旨 凡披头散发者 阁杀勿论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的人 不要杀我 我要的是全天下大权 他们各个对地位虎视淡淡 舍法先本驻太子 相王父子 和太平公主三方 入宫取悦皇上 已是你此身为人的唯一价值 太子之位尚不安分 二章三思 太平公主 莫不图谋 趁势而起 这里豢养着 不少会吃人的豺狼猛兽 一不小心 就会尸骨无存 姐姐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鸟笼 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 飞上枝头啊 要知道 这里是皇宫 就算今天让你飞上枝头 明天又有可能 让另外一个人飞上枝头 不是谁都能变成凤凰的 什么是亲情 在这权势面前 这亲情算得了什么呀 你的两个亲生孩子 这久 就是被你的亲生母亲给杀死的 你十四年的流亡生子 也是你的亲生母亲给的 姐姐 你知不知道 进了银县宫之后 不就救死医生了 你我在宫里这么多年的经验 你快就当你让起谋下了 是一场风风雨雨的张权杀戮 即将要开始 你死也要死的这个太子 你 皇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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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我要不把你们两个妖人究的正法 我 你就是你们的狐狗 你就是你们的狐狗 上次 你就是个死 只要皇上一死 我们便要失击 他们跟上官玩 串通好了吗 但皇上一死马上改写一诏 皇上与此驾崩了 究竟这消息是真是假 我们得马上进攻去 方上 调击兵马 我们要攻攻 马上就有准备兵马 本宫要进攻 我怕有乱臣得死 从中作乱 谁敢阻拦 谁就是乱臣 谁敢接近皇上请攻办 傻无射 城外 实力之处发现飞机大将军率领十万兵马 是来对付我们的 这玉玺在我手里 你那十万兵马 岂敢轻举妄动 你的皇朝 结束了 今日天下已姓武 鸡尾的皇帝 他也得姓武 继承大业 未必你要是男人吧 太子鸡尾 实在必行 实在必行的 也不止你一个 竟然连你们这些 微不足道的蝼蚁 都想造反 这才是天下最大的效果 老太婆 你细数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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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手可杀万民 覆手可救苍生 这便是大权 只要大权在握 朕即天下 人在宫中 身不由己 谁又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 神龙元年 神龙元年 正月二十五日 太子已显其地位 武皇犯罪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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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三司狼子野心 他要的可不是金银财帛 他要的是你的王位 凡是朝廷大兴土物 又或者到民间收购物品之事 毕竟是朝中各级贪官污吏 搜刮钱财的良机 祖元年龙元年龙 要么你给我变出一个百宝箱来 要么 就把你私村的三万两 给我交出来 公主是要驸马爷人头落地吗 若不是生在地板下 对我们还有一丝价值 我们父子又何必受这窝囊情 我交上来的这些羽毛 价值三万两 三万两 我们这些当奴才的 小命早就交给主子了 驸马爷人 仅凭你的一面之词 就可以随便动我的人 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公主吗 我五三四三没有没有想到 居然生为你这么可不孝子 公主那是皇后的张上明珠 不过你可别忘了 我才是母后 亲生 你打呀 如果你不想当这个太子的话 那就打呀 女儿这个皇太子 是坐定的 本太子 绝对不允许第二个武招 本都会称皇 我宁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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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我宁认我 是 我宁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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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统领了 崇峻要是不能顺利完成此事 崇峻愿是太子之位 此次交友 已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公主可以远嫁 那太子也可以迎娶 既然众大臣皇后都表示赞同 和亲之事就此进行 皇上要太子去突厥公主 太子要大婚 你给我解释 你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心死了 姐姐 我不想活了 着火了 大臣皇 残库着火了 太子 太子 太危险了 太子 万万不可 母后继续谋害的是楚军 他是要谋害的 就是国军 你们要不要参加比赛 那全是随意挑选的 连太平公主的宫女也要参加 天宫训练期间 奴才让宫女们故意调解事端 趁机对人儿承打表情 朝后原来下令 要把天宫女赛封着一队全部都斩首 如果可以的话 姐姐宁愿替你去死 那你去死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你要做的是向荣儿下毒 我来想办法人故 亲自去找太子殿下 如果台平为救荣儿 有所异动 我们便可以问他个造反之罪 连手把他铲除 时辰已到 行行 刀下留人 太子 让开 是 太子竟然抗指不争 这简直是目无朝纲啊 目无朝纲的人是你们 一时大夫董承文 已经封太子之命 全往摇州趁灾 今天出来挺太子的 都是太平无朝的人 借太子那把刀来反击我们 有人在太野池中 发现一个浮尸 出现在池边的宫女 就是他 给我狠狠地打 朕命你立刻查明此事 吉拿真凶 以证活 死者有没有外伤 有 在鼻部和颈下 都有擦伤和腿垫 你都要给我记住 你在这个世上 还有一个妹妹 你答应我 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的 过来就猛烦出了 唯有 冰情险咒 桂花是怎么死的 你应该明白 你再不离开 就是下一个桂花 俊王爷 你先走吧 不要管我了 别着急 我会帮你的 你不要管我了 我不努力你的 我一定要送你走 你 就是你 我的双眼才会离不开你 难道 你还不明白吗 当初父王让你举她 就是想借此牵制王后一大 要成大业 今天的错 一定不能再犯 如今天下全是自立 我五世子孙 要面对皇后皇上 像 还有蠢蠢欲动的太平公主 我们是一步也不能错呀 陌下 陌下刚刚收到消息 说 太子要去杀了我 刚才的行事多写呢 如果我没有收到消息 急事地敢去阻止你 恐怕你已经凶多吉少了 我只知道 我亲手杀了五三四 难道你认为他不给杀 该杀 五三四专横跋扈 祸国殃民 人人得而诛之 各位弟 请君侧 速朝钢 请君侧 速朝钢 这个时候 饶命有什么用 真是丢人性 今日就为国出害 请君侧 速朝钢 太子 到现在还在等你 他一直很信任 你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朕 才是这大唐天子 谋反作乱 乃十恶不色的大罪 是要诛酒族的 没错 是我杀了刘语 就连太子 也是我把他堵死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狠手了 你怎么下得了手啊 你不是 你是畜生 只要可以保命 我宁愿做畜生 我没有你这个妹妹 那我也不要像你这样满口仁义道德 却不过亲情的警戒 我早就说过 在宫中为了自保 就一定要争取每一个机会 本宫要令太平公主于宴会之后 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异出 皇上 皇上 父皇 本王秘密 撤着安排 将功顶布 袋上配着环斗 火石斗 难不成是个武官 你可还记得那个人的蝶蟹袋上负有多少个大网 事关重大 贤之却了无凭证 你叫本宫如何消息 只要顾不经验 能够依侄而所业行事 倒是遗弃 便可水落石出 果然是 难道他要对付的不是孟伯 而是他的姐姐 他最恨的孟凡 救命啊 救命啊 来人啊 住手 千万不能睡 本王要你看着我 对不起 千万不要睡 我被恐怕 要回命了 眼内情断 情分内断 再说 这是我们两姐妹之间的事 不需要外人插手 无论如何 朕绝技不能容忍 母皇之事再次重演 九泉之下 朕将无颜面对烈索烈索 程大义便要胸怀大志 事到如今 已经不是我们害怕的时候了 不怕皇前拿到手 誓不罢休 怪是谁 有谁阻挡 我就让你死 这是最后的机会 当我折死了 只能先下手为强 多久不信你 我自己讲他们二线 连根霸击 一子错 满盘精神 这才走什么最后一步吧 生杀欲夺乃天子之权 本公主就要她尝尝一败涂地的思维 任何改逃换代靠的是实力 摧毁夺大唐国后 管礼堂设计匡复太阳 一战地将山 一朝天子一朝臣 要争取 要争取 要变天 从来就要用鲜血做技 中间邪力 平天下 为所应为 是